电影健忘村入围最佳女主角的舒淇 金马以后舒淇向来正义感言 深受粉丝喜爱 六阿她在微博上po文 说后座乘客开关电视的碰碰声 让有恐击症的她一直被吓 还说不能全怪航空公司品质维护不好 而是身为客人的大家 可以好好维护公务吗 po文里还附上三张照片 明显看得出飞机上的小电视 边框都遭到破坏 座椅上也是斑驳的痕迹 明显是人为刻意损坏 舒淇呼吁乘客要有公德心 别再随意破坏公务 文章被转发分享超过三百次 网友纷纷表示认同 爱护公务人人有责 爱惜公务财务是必须的 女神真是人美心也美 大家好我是舒淇 身为艺人挺身而出 也让舒淇的正面形象 更被粉丝赞赏 三连星光生玉台北报道